周己一 魏列王二十三年 乌银 前四百零三 周己一 周魏列王二十三年 乌银 公元前四百零三年 一 出命进大夫魏斯 赵吉 韩潜为诸侯 一 周魏列王界五初四分封进国大夫魏斯 赵吉 韩潜为诸侯国君 陈光曰 陈文天子之之莫大于礼 礼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宁 何谓礼 济刚是也 何谓分 君 陈是也 何谓明 公 侯 清 大夫是也 陈司马光曰 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 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 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 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 什么是礼教 就是法纪 什么是区分地位 就是君臣有别 什么是名分 就是公 侯 清 大夫等官觉 夫以四海之广 赵民之众 受治于义人 虽有绝伦之力 高士之志 莫不奔走 而服役者 岂非以礼为之际刚哉 是故天子统三公 三公帅诸侯 诸侯至清大夫 清大夫至是庶人 贵以灵剑 剑以成贵 上之始下由心腹至运手足 根本 知之之业 下之始上由手足指为心腹 知业之必本根 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故曰天子之之莫大于理也 四海之广 一鸣之众 都受治于天子一人 尽管是才能超群 智慧绝伦的人 也不能不在天子族下为他奔走服务 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计 朝纲的作用吗 所以 天子统帅三公 三公都帅诸侯国军 诸侯国军节至清 大夫官员 清 大夫官员又统治世人百姓 权贵支配贱民 贱民服从权贵 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 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 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植合也 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 为护心腹 树木的植合也遮护根和杆 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 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救安 所以说 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理智更重要的了 文王续义 义前 昆为首 孔子戏之曰 天尊的悲 乾坤定义 悲高以臣 贵贱为也 言君臣之位由天地之不可亦也 春秋以诸侯 尊王氏 王仁随微 虚于诸侯之上 以事件圣人于君 臣世纪未尝不也 非有节 咒之报 汤 武之人 人归之 天命之 君臣之分当首劫扶子而以以 世故以为子而代咒则成汤佩天矣 以计杂而君无则太薄削矢矣 然二子宁王国而不畏者 成以礼智大劫不可乱也 故约里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眼亦排列一经 以前 昆为首位 孔子解释说 天尊贵 那卑微 杨因于是确定 由低至高排列有序 贵贱也就各得其位 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 就像天和地一样不 能护役 春秋一书贬低诸侯 尊重周王氏 尽管周王氏的官吏地位不高 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 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 如果不是下节 商周那样的暴虐昏君 对手又遇上商汤 周武王这样的人乐民主 使人民归心 上天赐命的话 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做臣子的恪守臣结 始死不渝 所以如果商朝列贤宁的威子 为国君来取代周王 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 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计诈做君主 开国之君泰伯也可以永享祭祀 然而威子 既扎二人宁肯国家灭亡 也不愿做君主 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劫 绝不可因此破坏 所以说 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赴礼 便贵贱 续亲书 财群物 指数是 非明不住 非弃不行 明以命之 弃也别之 然后上下灿然有轮 此理之大金也 明去既亡 则里安的独栽栽 西众书于西有功于位 此义而请凡英 孔子亦为不如多余之意 为名与弃 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 私也 争亡则国家从之 为君代孔子而为政 孔子欲先正名 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夫凡英 肖物也 而孔子惜之 正名 系物也 而孔子先使 成义名弃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孤也 夫是为有不生于威 而成于住 圣人之律远 故能谨其威而治之 众人之时尽 故必待其住而后就知 治其威则用力寡而不多 就其住则竭力而不能及也 一曰 律双先兵至 书曰 一日二日万己 为此类也 故曰 分莫大于明也 所谓礼教 在于分辨贵贱 排笔秦书 裁决万物 处理日常事物 没有一定的名位 就不能显扬 没有器物 就不能表现 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 用器物来分别标志 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 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 如果名位 器物都没有了 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 当年仲书于西魏为国建立了大宫 他写决了赏赐的封地 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 才应有的马事 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 唯独名位和弃 物 绝不能假与他人 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 处理政事不坚实原则 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威王 魏国国君期待孔子 为他坤处理政事 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 认为名位不正责百姓无所适从 马事 是一种小器物 而孔子却珍惜他的价值 正名位 是一件小事情 而孔子却要先从他做起 就是因为名位 器物一紊乱 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 盛险考虑久远 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威 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 常人见识短浅 所以必等必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 矫正初期的小错 用力小而收效大 挽救已明显的大害 往往是竭尽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 一经说 杭于双上而之严寒冰冻将至 尚书说 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的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 就是指这类防卫杜鉴的例子 所以说 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 匡政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 由立师德 周到日衰 刚记散坏 下灵上替 朱 侯专政 大夫善政 理之大体神丧区八矣 然文 五之四由绵绵相熟者 盖以周之子孙 尚能守其名分故也 何以言之 西晋文公有大公于王室 请遂于湘王 湘王不许 曰 王章也 未有戴德而有二王 亦叔父之所恶也 不然 叔父有的而遂 又何请焉 文公于世俱而不能伪 使故以周之地 则不大于曹 藤 以周之民 则不重于诸 举 人历数百年 宗主天下 虽以晋 楚 齐 秦之强不敢家者 何哉 土以名分上存故也 智 于晋士之于鲁 田长之于其 白宫之于处 智博之于晋 其世皆足以逐君而自卫 然而族不敢者 其其力不足而心不忍栽 乃为奸明 泛分而天下共诸之也 金晋大夫报灭其君 铺奔进国 天子既不能讨 又宠智之 使列于诸侯 使区区之名分 父不能守而摒弃之也 先王之礼于自尽以 呜呼 周幽王 周立王丧失君德 周朝的技术每况愈下 礼记朝刚土崩瓦解 下七陵 尚衰败 诸侯国君自义争讨他人 是大夫擅自干预朝 正 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分丧了 然而周文王 周武王开创的政权 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 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 尚能守定名位 为什么这样说呢 当年 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 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 想用王室的遂葬礼制 周襄王没有忠许 说 周王制度灵险 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 这也是作为书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 不然的话 叔父您有的 愿意遂葬 又何必请示我呢 晋文公于是感到 畏惧而没有敢违反一致 因此 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 腾国大 官侠的臣民也不比诸国 举国多 然而经过几百年 仍然是天下的宗主 即使是晋 楚 齐 秦那样的强国 也还不敢凌驾于齐上 这是为什么呢 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 再看看鲁国的大夫记事 齐国的田长 楚国的白宫圣 晋国的智博 他们的势力都大得 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 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 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 或是于心不忍吗 只不过是 害怕奸奪明未见犯身份 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罢了 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 欺凌灭视国君 瓜分了晋国 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 反而对他们加封自决 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 这样做就是周王朝 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 而全部放弃了 周朝先王的礼教道次丧失赶紧 或者以为当时之时 周是微弱 三信强盛 虽欲勿絮 岂可得呼 是大不然 夫三信虽强 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意欺礼 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也 不 请于天子而自立 则为辩命之臣 天下苟有还 闻之君 必奉礼意而争之 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 是守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 谁得而讨之 故三信之列于诸侯 非三信之坏理 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是已经衰微 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 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 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晋国三家虽然强悍 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 而公然侵犯礼意的话 就不会来请求诸天子的批准 而是去自立卫君了 不像天子请封而自立卫国君 那就是叛逆之臣 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 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 一定会尊奉礼意对他们进行征讨 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 天子又批准了 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 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 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 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 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呜呼 君臣之礼祭坏义 则天下也智力向雄堂 随时圣贤之后为诸 侯者 社稷无不免觉 生民之类弥灭几近 岂不哀哉 呜呼 君臣之间的礼祭既然崩坏 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 武力互相争雄 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 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 将商相继伦亡 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 岂不哀伤 二 初 至宣子将以姚为后 至果约 不如消也 姚之贤于人者武 岂不呆者亦也 每并长大则贤 涉欲阻力则贤 既亦必给则贤 巧闻便会则贤 强欲国感则贤 如是而甚不 人 夫以其五贤灵人 而也不仁行之 皆谁能呆之 若果利遥也 至宗必灭 福听 治国别足于太史 为辅事 二 当初 晋国的智宣子 想以智瑶为继承人 族人治国说 他不如智肖 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 只有一项短处 美法高大是长处 精于其设是长处 财一双全是长处 能写善辩是长处 坚毅国感是长处 虽然如此 却很不仁厚 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 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 谁能和他和睦相处 要 是真的立志摇尾继承人 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 智宣子日之不理 智国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 另立为福氏 赵简子之子 常曰伯鲁 又曰吴旭 将智后 不知所曆 乃书俊借之词于二简 已受二子曰 仅时之 三年而问之 伯鲁不能举其词 求其简 以施知己 问吴旭 送其此甚息 求其简 处诸秀中而奏之 于是简子已吴旭为贤 立以为后 赵国的大夫 赵简子的儿子 长子叫波鲁 幼子叫吴旭 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 不知立哪位好 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 写在两块主简上 分别交给两个儿子 嘱咐说 好好记住 过了三年 赵简子问其两个儿子 大儿子伯鲁说不出竹简上的话 再问他的竹简 也丢失了 又问小儿子吴旭 竟然被送竹简训词很熟悉 追问竹简 他便从秀字中取出献上 于是 赵简子认为吴旭十分贤德 便立他为继承人 简子时也夺位晋阳 请约 以为简私乎 亦为保障乎 简子曰 保障灾 饮夺损其户属 简子为吴旭曰 晋国又难 而无以饮夺为少 无以晋阳为远 必亦为归 照简子派饮夺去晋阳 临行前 尹夺请示说 您是打算让我去抽资 拨减般的搜过财富呢 还是作为保障之地 赵简子说 作为保障 尹夺便少算居民互属 减轻赋税 赵简子又对儿子赵吴旭说 一旦进国发生危难 你不要嫌尹夺地位不高 不要怕尽阳路途遥远 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及至先 此族 至相自为正 与韩康子 为孩子焉于兰台 至伯谢康子而无断规 至国文旨 见曰 主不备难 难必之矣 至伯曰 难将有我 我不为难 谁敢兴止 对曰 不然 下书有止 一人三师 愿且在明 不见是图 夫君子能请小物 故无大患 今主一焰而耻人之君相 又服备 曰不敢兴难 无奈不可忽 锐 乙 蜂 拆 皆能害人 旷君相呼 服听 等到至宣子去世 至乡子 至姚当政 他与 韩康子 为皇子在兰台演演 席间至姚戏弄 韩康子 又侮辱他的家乡断规 至姚的家 陈志国听说此事 就告诫说 主公您不地方招来灾祸 灾祸就一定会来了 智瑶说 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 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 谁还敢兴风作浪 智国又说 这话可不妥 下书中说 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 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 应该在他没有表现时就低方 嫌疑的人能够谨慎的处理小事 所以不会招致大祸 现在主 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群和陈相 又不戒备 说 不敢兴风作浪 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 蚊子 蚂蚁 蜜蜂 蝎子 都能害人 何况是国君 国乡呢 智阳不听 智伯请得于含康子 康子欲服语 段规曰 智伯好力而弊 不语 将法我 不如语之 别扭于得的 必请于他人 他人不语 必想之以兵 然后我得免于患而代誓之便亦 康子曰 善 施使者致万家之予于智伯 智伯悦 又求的于为还子 还子欲服语 任章约 何故服语 还子约 无故所谛 故服语 任章约 无故所谛 主大夫必聚 无欲实地 智伯必交 必交而轻敌 此聚而相亲 以相亲之兵带轻敌之人 智氏之命 必不偿矣 周书约 将欲败之 必郭辅之 将欲取之 必孤欲之 主不如欲之 以交至博 然后可以择交而托之事 以奈何读与无为之事 至乎 还子曰 善 赋予之万家之予亦 只要向韩康子要的 韩康子想不给 段规说 只要贪财好利 又刚毕自用 如果不给 一定讨伐我们 不如姑求给他 他拿到的更加狂妄 一定又会向别人所要 别人不给 他必定向人动物用兵 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 而伺机行动了 韩康子说 好主意 便派了使臣 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 只要大喜 果然又向韩康子提出锁地要求 韩康子想不给 加上任章问 韩康什么不给呢 韩康子说 无缘无故来要的 所以不给 任章说 只要无缘无 顾强锁他人领地 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禁聚 我们给制谣底 他一定会骄傲 他骄傲而轻敌 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 用京城团结之兵来对付 狂妄轻敌的制谣 制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 周叔说 要打败敌人 必须暂时听从他 要夺取敌人利益 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 主公不如先答应制谣的要求 让他骄傲自大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 又何必单独以我们做指摇的靶子呢 魏环子说 对 也交给制 摇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制伯又秋菜 高郎芝的鱼照香子 香子服语 制伯怒 帅寒 为芝甲以供肇事 香子将出 曰 无何走乎 从者曰 长子尽 切成后丸 香子曰 明霸力已完之 又必死已守之 其谁与我 从者曰 寒呆之仓库时 香子曰 君明之高 则已识之 又因而杀之 其谁与我 其进阳乎 先主之所属也 引夺之所宽也 便必可以 来走进阳 至遥又想照香子 要菜和高郎的地方 照香子拒绝不给 至遥不忍大怒 率领寒 为两家假兵前 去攻打赵家 赵香子准备出逃 问 我到哪里去呢 随从说 长子成最劲 而且城墙 坚后又完整 赵香子说 百姓惊疲力尽地 修完城墙 又要他们舍身 若死地为我守城 谁能和我同心 随从又说 邯郸城里仓库充实 赵香子说 搜过明知民高 才是仓库充实 现在又因战争 让他们送命 谁会和我同心 还是投奔进阳吧 那是先主的地盘 饮夺又待百姓宽 后 人民一定能同我们 和中共计 于是前往进阳 三家以国人为而贯之 乘不进这三板 审则铲挖 民无叛逸 智伯寒水 为皇子欲 含康子苍成 智伯曰 无奈金之水 可以亡人果也 还子有康子 康子吕 还子之夫 一分水可以灌安逸 降水可以灌兵养也 此为智伯曰 含 未必凡理 智伯曰 此何以知之 此曰 以人是知之 服从含 被执兵以公赵 赵王 难必及寒 未也 金曰 圣赵 而三分切地 成 不没者三板 人马相识 称将有日 而二子无喜智 悠悠色 是非反而合 明日 智伯以赐事言告二子 二子曰 此夫禅人 欲为赵氏游水 使主一于二家 而先于公赵氏也 不然 夫二家 起狐狸昭西分赵氏之田 而欲为危难 不可承知是乎 二子初 此入约 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 智伯曰 此何以知之 对约 臣见其事 臣端而屈及 知臣得其情孤也 智伯不圈 此情使于其 智遥 韩康子 未还子三家 围入晋阳 饮水贯成 城墙头 只差三板的地方没有被淹没 锅灶都被泡塌 青蛙滋生 人民仍是没有背叛之意 智遥群是水士 魏皇子为他驾车 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 智遥说 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 魏皇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 韩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欢子脚 因为分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逸 降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 智家的谋士 斯对智遥说 韩 魏两家肯定会反叛 智遥问 你何也知道 斯说 以 人之常情而论 我们调集韩 魏两家的军队来 北攻赵家 赵家父王 下次灾难一定是灵集韩 魏两家了 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 进阳城警察三板就被水淹没 城内宰马为石 破城已是指日可待 然而韩康子 魏欢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 方的面有忧色 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 第二天 这摇摆字的话告诉了韩 魏二人 二人说 这一定是离间小人 想为赵家游说 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 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 公 不然的话 我们两家许不是放着早晚就分到手的赵家填土不要 而要去干那危险必不可成的事吗 两人出去 斯进来说 主公为什么把陈下 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 只要惊奇地反问 你怎么知道的 回答说 我将他们认真看我而匆忙离去 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 只要不改 于是斯请求让他出使其国 赵湘子使张梦谈前初见二子 曰 陈文淳王则耻寒 经之伯帅寒 唯以公赵 赵王则寒 为为之赐意 二子曰 我心知其然也 恐是为岁而谋谢 则获利至也 张梦谈曰 谋出二主之口 入臣之耳 和商也 二子乃前于张梦谈曰 为之七日而遣之 香子夜使人杀手地之力 而绝水贯至伯君 至伯君就水而乱 寒 为义而积之 香子将族贩其前 大败至伯之众 遂杀至伯 尽灭至世之祖 为佛国在 赵香子派张梦谈秘密出城来见韩 为二人 说 我听说淳王耻寒 现在只要率领韩 为两家来围 恭赵家 赵家灭亡就该轮到韩 为了 韩康子 为昆桓子也说 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 只怕事情还未办好 而进谋先泄露出去 就会马上打祸临头 张梦谈又说 进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 进入一人耳朵 有何伤害呢 于是两人秘密地与张梦谈商议 约好启智日期后送他回城了 夜里 赵香子派仍杀掉至军首帝官吏 使大水决口反贯至姚军营 智姚军队为旧水烟而打乱 韩 为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 赵香子率士兵 从正面迎头痛击 大败智家军 于是杀死智姚 又将智家族人进行诛灭 只有福果得以幸免 陈光曰 智博之王也 才胜得也 夫才宇得意 而世俗莫知能辩 通为之显 此其所以诗人也 服从查详亦之谓财 正知中和之谓得 财者 德之之也 德者 财之帅也 云梦之竹 天下之敬也 然而不较柔 不语阔 则不能以入坚 唐之金 天下之利也 然而不容范 不底利 则不能以基强 是故才得全敬位之圣人 才得 见王位之于人 得胜才位之君子 才胜得位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 苟不得胜人 君子而语之 欲欺得小人 不若得于人 何则 君子邪才以为善 小人邪才以为恶 邪才以为善者 善无不至义 邪才以为恶者 恶意无不至义 愚者 虽欲为不善 智不能周 力不能胜 辟如辱勾伯人 人得而智之 小人至足以碎其坚 永足以绝其报 是乎而依者也 其为害其不多哉 复得者人之所缘 而财者人之所爱 爱者亦亲 言者 一书 是以查者 多必于财 而宜于德 自古西一以来 国之乱臣 家之败子 财有于而得不足 以至于颠覆者多亦 其特之勃哉 故为国为家者 苟能胜于财德之分 而之所先后 又何诗人之足患哉 陈司马光曰 这遥到灭亡 在于财胜过德 财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 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 一概而论之曰贤明 于是就看错了人 所谓财 是指聪明 明察 坚强 过意 所谓德 是指正直 公道 平和待人 财是德的辅助 德 是财的统帅 云梦地方的竹子 天下都称为刚净 然而如果不矫正七曲 不配上羽毛 就不能作为礼剑穿透监雾 唐地方出产的同财 天下都称为精力 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 不断打出风 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 所以 德财今被称之为圣人 无得无财称之为愚人 得胜过财称之为君子 才胜过得称之为小人 挑选人才的方法 如果找不到圣人 君子而委任 与其得到小人 不如得到愚人 原因何在 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拔 他用到善事上 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 持有才干做善事 能处处行善 而凭借才干作恶 就无恶不做了 愚人尽管想作恶 因为智慧不计 气力不胜任 好像小狗仆人 人还能制服他 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 来发挥邪恶 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 就如恶护生意 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 有德的人令人尊敬 有才的人使人喜爱 对喜爱的人容易宠现专任 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 所以查选人才者 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 既了考察他的品德 自古至今 国家的乱臣奸命 家族的败家浪子 因为才有余而得不足 导致家国父王的多了 又何至制咬呢 所以治国制家者 如果能审查 采与得两种不同的标准 知道选择的先后 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三 三家分治是之田 照相子欺治伯之头 以为隐气 治伯之臣欲让欲为之报酬 乃诈为行人 携匕首 入相子宫中图册 相子如册心动 所知 或欲让 左右欲杀之 相子曰 治伯死无后 而 此人欲为报酬 真逆事也 无景必至耳 乃设之 欲让又其身为辣 吞探为雅 行起于是 其其不实也 行见其有 其有实之 为之契约 以子之财 臣是赵梦 必得尽兴 此乃为所欲为 古不亦邪 何乃自苦如此 求亦报酬 不亦难呼 欲让曰 既已为之为臣 而又求杀之 是二心也 凡无所为者 即难耳 然所以为此者 将也愧天下后世 之为人 臣怀二心者也 相子出 欲让浮于桥下 相子至桥 马经 所知 得欲 让 随杀之 三 赵 汗 为三家瓜分 至家的田土 赵相子 把治疗的头骨 涂上漆 作为隐具 治疗的家臣 欲让想为主公报仇 就化妆为罪人 怀揣匕首 或到赵相子的共事中 打扫厕所 赵相子上厕所时 忽然心动不安 令人搜索 抓获了欲让 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 赵相子说 治疗已死无后人 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 真是一个意识 我小心躲避他好了 于是释放欲让 欲让用妻涂身 弄成一个蜡窗病人 又吞下火 叹 弄哑嗓音 在街市上乞讨 连结发妻子见面 也认不出来 路上遇到朋友 朋友认出他 为他吹雷道 以你的才干 如果投靠赵家 一定会成为亲信 那时你就为所欲为 不是易如反掌吗 何苦自残行铁昆 以至于此 这样来图谋报仇 不是太困难了吗 欲让说 我要只为身于赵家为臣 再去刺杀他 就是怀有二心 我现在这种做法 是极困难的 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 做仁臣子 而怀有二心的人感 到羞愧 赵乡子乘车出行 欲让潜伏在桥下 赵乡子到了桥前 马突然受惊 进行搜索 捕获欲让 于是杀死他 乡子为伯鲁之伯利也 游子无人 不肯滞后 封伯鲁之子于带 约带成君 藻族 立其子换位 赵氏后 乡子族 帝还子族 换儿自立 一年族 赵氏之人曰 还子立非相族义 乃共杀妻子 赴盈换儿立之 是为献子 献子升级 是为列后 为死者 为桓子之孙也 是为文侯 韩康子生五子 五子生贤 是 为景后 赵乡子因为赵贱子 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 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 也不肯立为继承人 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带国 称带成君 早逝 又立其子赵焕为赵家的继承人 赵乡子死后 弟弟赵皇子就驱逐赵焕 自立为国君 继位一年也死了 赵家的族人说 赵皇子做国君 本来就不是赵乡子的主力 大家一起杀死了赵皇子的儿子 再迎回赵焕 用立为国君 这就是赵献子 赵献子生子名赵吉 就是赵猎后 魏司 是魏桓子的孙子 就是魏文侯 韩康子生子名韩吾子 吾子又生韩钱 被封为韩景后 魏文侯以不自下 田子方为师 美国段干母之卢必逝 四方贤士多归旨 魏文侯魏司以不自下 田子方为国师 他每次经过明世段干母的住宅 都要在车上扶手行礼 四方贤才得势很多钱来归附他 文侯与群臣饮酒 乐 而天语 命叫江世也 左右曰 今日饮酒乐 天诱与 君将安止 文侯曰 无语于人其列 虽乐 其可无一贵其哉 乃往 生自罢之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 纵月间 下起了大雨 魏文侯却下令被车前往山野之中 左右是沉温 今天饮酒正乐 外面又下着大雨 国军打算到哪里去呢 魏文侯说 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 虽然这里很快乐 也不能不遵守约定 于是前去 亲自告诉亭烈 韩介师于月已发照 文侯约 寡人于赵 兄弟也 不敢闻命 赵介师于魏已发寒 文侯应知也然 二 国皆怒而去 以而知文侯已讲于己也 皆朝于魏 魏于赤血大于三尽 诸侯莫能于之争 韩国邀请魏国出兵攻打赵国 魏文侯说 我与赵国 是兄弟之邦 不敢从命 赵国也白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 魏文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的离去 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 对自己的和睦态度 都前来朝拜魏国 魏国于是开始成为魏 赵 韩三国之首 各诸侯国都不能和他争雄 使用洋法中山 克制 以封其子基 文侯问于群臣曰 我何如主 监曰 仁君 任作曰 君得中山 不以封君之地 而以封君之子 何谓仁君 文侯怒 任作驱出 次问宅皇 对曰 仁君 文侯曰 何以知之 对曰 陈文君人则臣指 向着任作之言指 臣是以知之 文侯曰 是宅皇赵任作而返之 亲下唐赢之 以为尚客 魏文侯派乐阳攻打中山国 予以攻克 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姬 魏文侯问群臣 我是什么样的君 主 大家都说 您是仁德的君主 只有任作说 国君您得了中山国 不用来封您的弟弟 却封给自己的儿子 这算什么仁德君主 魏文侯不忍大怒 任作快步离开 魏文侯又问宅皇 宅皇回答说 您是仁德君主 魏文侯问 你何也知道 回答说 陈下我听说国君仁德 他的臣子就敢直言 刚才任作的话很广直 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 魏文侯大喜 派宅皇去追认作回来 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 奉为上课 文侯与田子方引 文侯曰 终生不比呼 左高 田子方笑 文侯曰 何笑 子方曰 陈文之 君明月官 不明月音 今君沈于音 陈恐其隆于官也 文侯曰 善 魏文侯与田子方研究 文侯说 辩中的乐声不协调吗 左边高 田子方笑了 魏文侯问 你笑什么 田子方说 陈下我听说 国君懂得任用乐观 不被懂得乐音 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 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 魏文侯说 对 子基出 遭田子方于道 下车服业 子方不畏理 子基怒 魏子方曰 富贵者交人乎 贫贱者交人乎 子方曰 一贫贱者交人而 富贵者安敢交坤人 国君而交人则失其国 代父而交人则失其家 失其国者魏文有以国待之者也 失其家者魏文有以家待之者也 夫是贫贱者言不用 行不可 则纳履而去而 安往而不得贫贱灾 子基乃谢之 魏文侯的公子魏姬出行 途中遇见国师田 子方下车腐败行礼 田子方却不作回礼 魏姬怒气冲冲的对田子方说 富贵的人能对人骄傲呢 还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 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能对人骄傲啦 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骄傲呢 国君对人骄傲就将亡国 大夫对人骄傲就将失去菜地 失去国家的人没有听说有以国主对待他的 失去菜地的人也没有听说有以家主对待他的 贫贱的犹事呢 话不听行为不合意 就穿上鞋子告辞了 到哪里得不到评鉴呢 未及于是谢罪 文侯为李克曰 先生常有言曰 家贫似良妻 国乱似良相 君所致非诚则皇 二子何如 对曰 卑不谋遵 输不谋妻 缠在雀门之外 不敢当命 文侯曰 先生临时误让 克曰 君福擦故也 君是其所亲 父是其所欲 达是其所取 穷是其所不畏 贫是其所不取 无者足以定知己 何代克哉 文侯曰 先生就舍 无之相定义 李克初 见翟皇 翟皇曰 今者文君照 先生耳 不向 果 谁为之 克曰 未成 翟皇奉然作色曰 西河首无起 臣所尽也 君内也也为忧 臣见西门报 君欲罚中山 臣见乐阳 中山也拔 无时守之 臣见先生 君知子无父 臣见屈侯父 以耳目之所笃记 臣何父于未成 李克曰 此言克于子之君者 其将别周也求大管塞 君问相于克 克之对如是 所以知君之必相未成者 未成十路千中 神九在外 神一在内 是以东德不子下 田子方 断干木 此三人者 君 皆是之 此所尽五人者 君皆臣之 此恶得与未成毕也 翟皇君寻在拜远 皇 毕人也 师对 愿作为弟子 魏文侯温里克 先生曾经说过 家贫似良妻 国乱似良相 现在我选项不是未成 就是翟皇 这两人怎么样 李克回答说 下属不参与尊长的事 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 臣子我在朝外任职 不敢接受命令 魏文侯说 先生不要临时退让 李克说道 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 看人 平时看他 所亲近的 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 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 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 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 仅此五条 就足以去断定人 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 魏文侯说 先生请回府吧 我的国乡已经选定了 李克离去 遇到翟皇 翟皇问 听说今天国君照您去征求宰相人选 到底定了谁呢 李克说 魏诚 翟皇立刻愤愤不平地变了脸色 说 西和首令武器 是我推荐的 国君担心内地的夜线 我推荐西门报 国君 想惩罚中山国 我推荐乐阳 中山国攻克之后 没有人去镇守 我推荐了先生您 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 我推荐了屈侯父 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 我拿点比魏诚差 李克说 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 难道是为了结党 以谋求高官吗 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 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 我所以推断国君 肯定会选中魏诚为相 是因为魏诚 享有千钟的歹路 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 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 所以向东得到了 补子下 田子方 段干目 这三个人 国君都奉他们魏老师 而你所举荐的五人 国君都任用魏诚署 你怎么能和魏诚比呢 宅皇听爸徘徊不敢计前 一再行礼说 我宅皇 真是个粗人 失礼了 愿终身为您的弟子 无且者 魏人 是于魏 亲人法魏 魏人 欲以为将 其取其女为妻 魏人一知 其杀戚以求将 大怕其失 获尊之魏侯曰 其使是曾参 母死不奔赃 曾参觉知 即又杀戚以求为君将 其 残忍保行人也 且一路过 屈屈而有圣敌之名 则诸侯吐鲁以 其恐得罪 文为文侯贤 乃网归之 文侯问朱里克 里克曰 其贪而好色 然用兵 司马仰居服能过也 于是文侯以为将 积秦 把武成 武起 魏国人 在鲁国人官 其国攻打鲁国 鲁国想任用武起为将 但武起取的妻子是其国人 鲁国猜以武起 于是 武起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求得大疆 大怕其国军队 有人在鲁国国军面前攻击 他说 武起当初曾失事曾参 母亲死了也不 回去治丧 曾参与他断绝关系 现在他又杀死妻子来求得 您的大疆职位 武起 真是一个残忍缺德的人 况且 以我们小小的俄国 能有战胜齐国的名气 各个国家都要来算计鲁国了 武起恐怕鲁国治他的罪 又听说魏文侯嫌隐 于是就前去投问 魏文侯征求李克的意见 李克说 武起为人贪婪而好色 然而他的用兵之道 连齐国的名将司马仰君 也抄不过他 于是魏文侯昆真命武起 为大疆攻击齐活 攻占武作成 其之为将 与氏族最下者同一时 勿不设习 航不其成 接过盈良 与氏族分劳苦 族有并居者 其为顺之 族母闻而枯之 人曰 子 族也 而将君子顺其居 何枯为 母曰 非然也 往年 吴公顺其父居 其父战不选种 遂死于敌 吴公斤又顺其子 且不知其死所以 是已哭之 吴起坐大疆 与最下等的士兵同样穿衣吃饭 睡觉不扑席子 行军也不起马 亲自挑上士兵的粮食 与士兵们分担疾苦 有个士兵患 了毒疮 吴起为他吸水毒枝 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却痛哭 有人奇怪地问 你的儿子是个士兵 而吴起将军亲自为他吸水毒疮 你为什么哭 士兵母亲答道 不是这样啊 当年吴将军为孩子的父亲吸过毒疮 他父亲作战从不后退 就战死在敌阵中了 吴将军现在又为我儿子吸毒疮 我不知道他该死在哪里了 所以哭他 四 燕公轰 子兮宫里 四 燕国燕公去世 其子燕兮宫即位 二十四年 吉卯 前四百零二 二十四年 吉卯 公元前四百零二年 一 王崩 子安王交历 一 周薇列王驾崩 其子其交即位 是位周安王 二 道杀楚生王 国人列其子道王 二 道匪杀死楚国楚生王 国中贵族拥列其子楚道王即位 安王元年 庚臣 前四百零一 周安王元年 庚臣 公元前四百零一年 一 秦法位 至阳姑 一 秦国攻打魏国 直至阳姑 二年 新寺 前四百 二年 新寺 公元前四百年 一 魏 韩 赵法楚 至桑丘 一 韩国 魏国 赵国联合攻打楚国 直至桑丘 二 正为韩阳宅 二 正国为攻韩国阳堤城 三 韩景侯宫 子列侯取利 三 韩国韩景侯去世 其子韩取即位 是为韩列侯 四 赵列侯宫 国人立其帝务后 四 赵国 赵列侯去世 国中贵族拥立其帝即位 是为赵务后 五 秦简公轰 子惠公立 五 秦国秦简公去世 其子即位 是为秦惠公 三年 任武 前三百九十九 三年 任武 公元前三百九十九年 一 王子定奔进 一 周朝王子基定出奔进国 二 国山崩 雍和 二 国山崩他 一时雍三皇和 四年 鬼位 前三百九十八 四年 鬼位 公元 前三百九十八年 一 处为正 正人杀其相似紫阳 一 出国为公正国 正国人杀死国相似紫阳 五年 假身 前三百九十七 五年 假身 公元前三百九十七年 一 日有十之 一 出现日时 二 三月 到沙寒乡辖 辖辖与浦阳言 仲子有恶 仲子文之人 聂正之勇 以黄金百亿为正目寿 欲因已报仇 正目寿 约 老母在 正身未敢宜许人也 吉母族 仲子乃 使正赐辖 辖方坐府上 兵位慎重 聂正植入上街 刺杀辖 辖辖 因此皮面较眼 自图出场 韩人报其师于事 购问 莫能识 其子文而往 哭之曰 是指申井里 聂正也 一切尚在之故 虫子行以绝从 且奈何为莫申之诛 终灭贤帝之名 随死于正师之旁 二 三月 盗匪杀死 韩国国乡辖辖 辖辖与浦阳人 严仲子有仇 严仲子听说指的人 聂正很勇敢 便拿出百亿黄金 为聂正母亲祝寿 想让聂正为她报仇 聂正 却不接受 说 我的老母亲还健在 我不敢为别人去现身 等到她的母亲去世 严仲子便派聂正去行刺侠类 侠类正端坐府中 有许多护卫兵丁 聂正一直冲上厅街 把侠类似死 然后划破自己的面皮 挖出双眼 割出肚肠而死 韩国人把聂正的尸体 放在集市中报尸 并悬赏查找 但无人知晓 聂正的姐姐聂听说此事前往 哭着说 这是指导深井里的聂正啊 他因为我还在 就自毁面容不使连累 我怎么能怕杀身之祸 罪 终埋没我弟弟的英明呢 于是自尽死在聂正的尸体旁边 六年 已有 前三百九十六 六年 已有 公元前三百九十六年 一 正四子杨之党是公 而李其弟 是位康公 一 郑国宰相四子杨的与党杀死国君正宫 改立他的地地积极 是位正堪公 二 宋道公轰 子修公田邑 二 宋国宋道公去世 其子宋田即位 是位宋修公 八年 丁汉 前三百九十四 八年 丁汉 公元前三百九十四年 一 其法鲁 取罪 一 其国公达鲁国 公债罪的 二 正附属叛 复归韩 二 整国的附属地方反叛 复归顺韩国 九年 物子 前三百九十三 九年 物子 公元前三百九十三年 一 为罚政 一 为国公打整国 二 近列宫轰 则孝公亲历 二 晋国近列宫去世 其子即清即位 是位近孝公 十一年 耕吟 千三百九十一 十一年 耕吟 公元前三百九十一年 一 秦阀汉 夷六亿 一 秦国公打韩国 夷阳地方 夺去六个村历 二 初 田长生 香子盘 盘生 庄子白 白生 太公和 十岁 齐田和千祺 康公于海上 十十一城 以奉其先寺 二 起初 齐国田 长生香子田盘 田盘生 庄子田白 田白再生 太公田和 这年 田和把国君 齐康公流放到海边 让他保有一个 成的赋税收入 以成绩祖先祭祀 十二年 新卯 歼三百九十 十二年 新卯 公元前三百九十年 一 秦 近战于武城 一 秦国与金国打战于武城 二 齐阀魏 去襄阳 二 齐国攻打魏国 夺取襄阳 三 鲁 拜齐师于平路 三 鲁国在平路击败齐国军队 十三年 仁臣 前三百八十九 十三年 仁臣 公元前三百八十九年 一 秦亲近 一 秦国入侵近国 二 齐田和会魏文侯 楚人 魏人于卓泽 求为诸侯 魏文侯累之 景于王及诸侯 王许之 二 齐国田和在卓泽约会为文侯及楚国 魏国贵族 要求做诸侯 魏文侯替他向周安王 其各国诸侯申请 周安王准许 十五年 甲午 前三百八十七 十五年 甲午 公元前三百八十七年 一 秦法蜀 取南政 一 秦国公达蜀地 夺取南政 二 魏文侯空 太子激利 使为武侯 二 魏国魏文侯去世 太子魏姬即位 使为魏武侯 武侯扶西河而下 中六故魏武起曰 美在山河之故 此为国之宝也 对曰 在得不在险 西三苗氏 左洞庭 右横离 得意不休 欲灭之 下节之居 左和记 右太华 一却在齐南 阳长在齐北 修仲不仁 汤放之 商宙之国 左梦门 右太行 长山在齐北 大河京齐南 修仲不得 武王杀之 由此观之 在得不在险 若君不休得 周中之人皆敌国也 吴侯曰 善 魏武侯顺黄河而下 在中游对吴起说 稳固的山河之美啊 这是魏国的宝啊 吴起回答说 国宝在于德政 而不在于地势险要 当初三苗氏部落 左面有洞庭湖 右面有彭丽湖 但他们不休得意 被遇消灭了 下朝君王杰的居住之地 左边是黄河 吉水 右边是太华山 一雀山在齐南面 阳长坂在齐北面 但因朝中不仁 也被商朝汤王驱逐了 商朝 昼王的都城 左边是孟门 右边是太行山 长山在齐北面 黄河经过齐南面 因他施政不得 被周武王杀了 由此可见 国宝在于德政 而不在于地势险要 如果君主 您不休德政 恐怕就是这条船上的人 也要成为您的敌人 魏武后听话说道 对 魏志向 向田文 吴起不悦 魏田文曰 请与子论功可呼 田文曰 可 起曰 蒋三军 使士族乐死 敌国不敢谋 自属于启 文曰 不如字 启曰 这百官 亲外民 使府库 自属于启 文曰 不如字 启曰 守西河 秦兵不敢东乡 韩 赵滨从 自属于启 文曰 不如字 启曰 此三者子 皆出无下 而位居无上 何也 文曰 朱少国仪 大臣为父 百姓不信 方氏之时 属之自乎 属之我乎 启默然良久约 属之子已 为国设置国相 任命田文为相 吴起不高兴 对田文说 我和你比较功劳如何 田文说 可以 吴起便说 统帅三军 使士兵乐于战死 敌国不敢谋算 你为我吴起如何 田文说 我不如你 吴起又问 整治百官 尽善百姓 使仓库充实 你为我吴起如何 田文说 我不如你 吴起再问 郑守西河 使秦兵不敢向东侵犯 韩国 赵国依父听命 你为我吴起如何 田文还是说 我不如你 吴起质问道 这三条你都在我之下 而职位却在我之上 是什么道理 田文说 如今国军年幼 国度一难 大臣们不 能其心归父 老百姓不能幸福 在这个时候 是主托给你呢 还是主托给我呢 吴起默默不语 想了一会儿 说 主托给你啊 久之 为相供书上主 而害吴起 供书之谱曰 其义取也 其为人刚敬自喜 自先言曰君曰 吴起 贤人也 而君之国小 臣孔起之无留心也 君和誓言以女 其无留心 则避此以 此言于其归 而使公主辱子 其见公主之见此也 避此 则此之计中也 公书从之 吴起果此公主 为武 侯一师而未信 其具主 遂奔处 过了很久 为国国相供书 取公主为妻 而以吴起为妓 他的仆人献祭说 吴起容易去掉 吴起为人刚敬 而沾沾自喜 您可以先对国君说 吴起是个杰出人才 但君主您的国家小 我担心他没有 长留的心思 国君您何不试着 要把女儿嫁给他 如果吴起没有 久留之心 一定会辞谢的 主人您再与吴起 一起回去 让公主羞辱您 吴起看到公主 如此轻视您 一定会辞谢国君的婚事 这样您的 计谋就实现了 公叔照此去做 吴起果然辞信了 与公主的婚事 为武侯移计他 不敢信任 吴起害怕被诸杀 于是投奔了楚国 楚道王素恩七贤 致责任之为相 其明法审令 捐不及之官 费公族疏远者 以抚养战斗之势 要在强兵 破游说之言从横折 于是南平百岳 北去三进 西伐秦 诸侯皆换蜀之强 而楚之贵旗大臣 多怨吴起者 楚道王平素 听说吴起是个人才 到了便任命他为国相 吴起严明法纪号令 裁解一些不重要的贤官 废除了王族中远亲书期 用来安抚奖励征战之势 大力增强军队 破除何总连航游说言论 于是楚国向南平定百岳 向北敌党驻韩 为赵三国的扩张 向西征讨秦国 葛诸侯国都害怕 楚国的强大 而楚国的王亲贵旗 全程显耀中 却有很多人怨恨无奇 三 秦桧公轰 子出公里 三 秦国秦桧公去世 其子即位 是为秦出公 四 赵母侯侯 国人复立列侯之太子张 是为敬侯 四 赵国赵母侯去世 国中贵族又拥立赵列侯的太子 赵张即位 是为赵敬侯 五 韩列侯侯 子文侯历 五 韩国韩列侯去世 其子即位 是为韩文侯 十六年 以位 歼386 十六年 以位 公元前386年 一 出命其代福田和魏诸侯 一 周王朝开始任命其国代福田和魏诸侯国军 二 赵公子朝作乱 奔魏 与魏习邯郸 波克 二 赵国公子赵朝作乱 出奔魏国 与魏国军队一起建习赵国邯郸 未能攻克 十七年 并身 前385 十七年 并身 公元前385年 一 秦树常改以县公于何西而立之 杀出子及其母 审知冤旁 一 秦国名叫改大树 长在何西迎接秦县公 立为国军 把秦初公和他的母亲杀死 传在河里 二 其法辱 二 齐国公达陆国 三 韩伐政 取阳城 罚宋 直宋公 三 韩国公达政国 夺取阳城 又公达宋国 捉入宋国国军 四 齐太公轰 子还公武力 四 齐国太公田和去世 妻子田武即位 是为其还公 十九年 戊戌前三百八十三 十九年 戊戌公元前三百八十三年 一 为拜赵师于吐台 一 为国在吐台击拜赵国军队 二十年 几亥 前三百八十二 二十年 几亥 公元前三百八十二年 一 日有时之 记 一 出现日全时 二十一年 庚子前三百八十一 二十一年 庚子公元前三百八十一年 一 楚道王轰 贵旗大臣作乱 公武起 起走之王师而扶之 几起之徒应设刺起 并中王师 祭葬 宿王即位 使令引进诸为乱者 作祭以总者七十余家 一 楚道王去世 贵族国旗和大臣作乱 攻打武起 武起逃到道王尸体边 扶在上面 攻击武起的暴徒用剑 射武起 并射中了道王的尸体 半满葬事 楚宿王即位 命令楚乡全数 简灭作乱者 因射武起之势 而被灭足的多达七十余家 二十二年 新丑 前三百八十 二十二年 新丑 公元前三百八十年 一 其法宴 取桑丘 魏 韩 赵法齐 治桑丘 一 其国攻打燕国 夺取桑兵 魏 韩 赵三国攻打齐国 兵治桑丘 二十三年 任淫 前三百七十九 二十三年 任淫 公元前三百七十九 年 一 赵席位 不客 一 赵国袭击卫国 未能攻克 二 其康公 无子 田氏碎 并齐而有之 二 流放的 其康公去世 没有儿子 田氏家族 于是把江氏的 齐国全部兼并了 十岁 其桓公一攻 紫威王因其立 当年 其桓公也去世 其子田 因其继位 是为其威王 二十四年 回宝 前三百七十八 二十四年 回宝 公元前三百七十八年 一 敌拜 魏师愉快 一 北方敌族 在快山击败 魏国军队 二 魏 韩 赵砸其 至灵秋 二 魏 韩 赵三国 攻打其国 兵至灵秋 三 静孝 公 此进攻 聚久力 三 静国静孝宫去世 其子积居九级位 是为静进宫 二十五年 贾成 前三百七十七 二十五年 贾成 公元前三百七十七年 一 书法楚 取自方 一 属人攻打楚国 夺取自方 二 子思言构便于魏侯曰 其才可将五百成 公曰 无知其可将 然遍也禅为力 负于民儿十人二姬子 故服用也 子思曰 夫圣人之官人 游将只用墓也 去其所长 弃其所短 故其子连报而有数耻之朽 梁公不弃 金军处战国之事 玄爪牙之事 而以二软器干成之将 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 公再拜约 谨受交易 二 孔自子思 向魏国国君提起狗便说 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 魏侯说 我知道他是个将才 然而狗便做官吏的时候 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 所以我不用他 孔说 圣人选人认官 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 取其所长 弃其所短 因此一根荷报的梁木 只有几吃朽烂处 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他的 现在国君凌处在战国纷争之势 正要收罗风爪丽牙的人才 却因为两个鸡蛋 而舍弃了一元可守一城的大疆 这是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 魏侯一再拜谢说 我接受你的指教 魏侯 言计非是 而群臣何者如吹口 子思曰 已无关类 所谓君不君 臣不臣者也 公邱于子曰 何乃若是 子思曰 仍主自赃 则众谋不尽 逝世而葬之 犹却众谋 况何非以偿恶乎 夫不察时之是非 而悦人在矣 暗莫顺烟 不度理之所在 而阿于求荣 闪莫顺烟 君暗沉闪 一居百姓之上 兵不于也 若此不已 国王无内议 魏侯提出了一项 不正确的计划 而大臣们却复刻如吹口 孔说 我看魏国 真是君不像君 臣不像臣呀 公邱一子问道 为什么竟会这样 孔说 君主自以为是 大家便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即使事情处理对了 没有听取众议 也是排斥了众人的意见 更何况现在众人都附和错误见解 而助长邪恶之风呢 不考察是清的是非 而乐于让别人赞扬 是无比的昏暗 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 而一味恶于奉承 是无比的谄媚 君主昏暗而臣下谄媚 这样居于百姓之上 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 长期这样不改 国家就不像国家了 此思言于魏侯曰 君之国事将日非己 公曰 何故 对曰 有油然焉 君出言自以为是 而清大夫莫敢搅其非 清大夫出言意自以为是 而是数人莫敢搅其非 君臣既自贤矣 而群下同生贤之 贤之则顺而有福 较之则逆而有祸 如此则善安从生 诗曰 据曰与上 谁知无知雌雄 一亿四君之君臣乎 孔对魏侯说 你的国家将要一天不如一天了 魏侯问 为时 回答说 事出有因 国君你说话自以为是 清大夫等官员 没有人敢改正你的错误 于是他们也说话自以为是 世人百姓也不敢改正其物 君臣都自以为贤能 下属又同生称贤 称赞贤能则和顺而有福 指出错误则无逆而有祸 这样 怎么会有好的结果 诗经说 都称到自己是圣贤 乌鸦雌雄谁能辩 不也像你们这些君臣吗 三 鸵木公轰 自贡公奋力 三 鸵国鸵木公去世 其子姬奋急 魏 是为鸵公公 四 韩文侯轰 自哀侯力 四 韩国韩文侯去世 其子即位 是为韩哀侯 二十六年 以四 前三百七十六 二十六年 以四 公元前三百七十六年 一 王崩 子猎王喜利 一 周安王去世 其子姬喜即位 是为周猎王 二 为韩 照共费进境宫 为家人而分其地 二 为韩 照三国一同把进境宫费出为平民 瓜分了他的残余领地 猎王元年 丙武 前三百七十五 周猎王元年 丙武 公元前三百七十五年 一 一 日有时之 一 出现日时 二 韩灭政 殷袭都知 二 韩国灭掉政国 于是把国都迁到新政 三 赵敬侯轰 子称侯重礼 三 赵国赵敬侯去世 其子赵仲几位 是为赵称侯 三年 悟申 前三百七十三 三年 悟申 公元前三百七十三年 一 燕拜秦师于 临湖 一 燕国在临湖击败齐国军队 鲁伐齐 入阳关 鲁国公打齐国 进入阳关 为伐齐 治不明 为国公打齐国 抵达不明 二 燕戏公轰 子还公立 二 燕国燕戏公去世 其子即位 是为燕还公 三 宋修公轰 自毕宫礼 三 宋国宋修公去世 其子即位 是为宋毕宫 四 为圣公轰 自身宫殉利 四 为 国为圣公去世 其子温尔逊即位 是为卫生宫 四年 即有 前三百七十二 四年 即有 公元前三百七十二年 一 赵法尉 取兜笔七十三 一 赵国公打魏国 夺取七十三个村镇 二 为拜赵师于北令 二 魏国在北令击败赵国军队 五年 更需 前三百七十一 五年 更需 公元前三百七十一年 一 为法楚 取鲁阳 一 为国公打楚国 夺取鲁阳 二 韩岩岁是哀侯 国人立其子义后 初 哀侯以韩魏乡而爱岩岁 二人甚相害也 岩岁令人赐韩于朝 作哀侯 哀侯报之 人赐韩 奸及哀侯 二 韩国岩岁杀死韩岩岁 国中贵族律哀侯之子 是为韩岁后 当初 韩岁岁曾任命韩魏国 乡却宠爱岩岁 两人互相仇恨之身 岩岁派仍在朝廷行刺韩 韩逃到韩哀侯身边 韩哀侯抱住他 刺客刺韩 连带韩哀侯也被刺死 三 魏武侯侯空 不 立太子 则与宫中还政立 国内乱 三 魏国魏武侯去世 没有立太子 他的儿子 魏于宫中还政位 国内大乱 六年 辛亥 前三百七十 六年 辛亥 公元前三百七十年 一 其威王来朝 事实周是微弱 诸侯末朝 而其独朝之 天下以此一先威王 一 其威王朝拜周列王 当时周王是已十分衰弱 葛诸侯国都不来朝拜 唯独其王仍来朝拜 因此天下人愈发称赞其威王先得 二 赵砸其 制卷 二 赵国公打其国 执制卷的 三 魏拜赵诗于怀 三 魏国在怀的击败赵国军队 四 其威王朝吉莫大夫 与之曰 自子之居吉莫也 毁元日志 然无使人是吉莫 田也必 人民给 官无事 东方以宁 世子不是无所有 以求助也 封之万家 赵阿大夫 与之曰 自子守阿 欲元日志 无使人是阿 田也不必 人民贫累 昔日照公卷 子不救 未取缺 零 子不知 世子后必是无所有 以求欲也 是日 彭阿大夫 即左右长欲者 于是全臣耸聚 莫敢是诈 悟尽昆其情 其国大志 强于天下 四 齐威王 召见吉莫大夫 对他说 自从你到吉莫认官 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 然而我派人去吉莫查看 就是填土开辟整治 百姓风俗 官府无事 东方婴儿十分安定 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 我的左右内臣 谋求内缘的缘故 便封刺吉莫大夫 想用一万户的俸禄 其位网友 赵建阿弟大夫 对他说 自从你到阿弟镇首 每天都有称赞 你的好话传来 但我派人前去查看阿弟 只见田地荒芜 百姓贫困即恶 当初赵国公打卷的 你不救 为国得取薛灵 你不知道 于是我知道你用重金 来买通我的左右进尘 以求替你说好话 当天 齐威王下令 烹死阿弟大夫 急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进尘 于是陈辽门毛骨悚然 不敢再弄虚假 都尽力做实事 齐国因此大致 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五 出所亡空 无子 立齐地良夫 世卫宣王 五 储国储宋王去世 他没有儿子 弟弟良夫即位 世卫储宣王 六 宋毕宫轰 自替成立 六 宋国宋毕宫去世 其子宋替成即位 七年 仁子 前369 七年 仁子 公元前369年 一 日有时之 一 出现日时 二 王崩 帝贬利 世卫显王 二 周列王去世 帝帝积贬积位 世卫周显王 三 为大夫王错出奔寒 拱松其位寒 义侯曰 卫乱 可取也 义侯乃宇照成侯和兵乏位 战于卓泽 大破之 遂为位 成侯曰 杀 立功中缓 割地而退 我二国之利也 义侯曰 不可 杀魏军 报也 割地而退 贪也 不如两分之 魏分为两 不强于宋 魏 则我终无为唤矣 赵人不听 义侯不悦 以其兵业去 赵成侯义去 遂杀功中缓而立 是魏惠王 三 魏国大夫王错逃奔韩国 公孙 其对韩义侯说 魏国内乱 可以撑击攻取 韩义侯于是与赵成侯联合出兵攻打魏国 在卓泽地方交战 大败魏军 包围了魏国都城 赵成侯说 杀掉魏 立功中缓为魏国国军 然后割地退兵 这对我们两国是有利的做法 韩义侯说 不妥 杀死魏国国军 是强暴 割地后才退兵 是贪婪 不如让两人分别治理魏国 魏国分为两半 比宋国 魏国还不如 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魏国的威胁了 赵成侯不同意 韩义侯不高 兴率领他的军队整夜离去 赵成侯也只好退兵归国 魏于是杀死宫中缓即位 是魏魏惠王 太史公约 魏惠王所以身不死 国不分者 二国之谋不合也 若从一家之谋 魏必分以 故约 君中 无世子 其国可破也 太史公司马迁约 魏惠王之所以能自身不死 国家不被瓜分 是由于韩 照两国意见不合 如果按照其中一家的办法去做 魏国一定会被瓜分 所以说 国军死时 无忌承认 国家就会被击 破